奥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有粉丝推荐的美国恐怖电影《潜伏3》 其实这部电影是潜伏一二部的前续 也就是小莉生前和大脯子演技男还没有交集的时候剪拍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电影讲解 电影刚开始,小萝莉穿着一身装饭找到了已经退休的小莉 而这小萝莉就是电影的女主 小莉因为受不了通灵后跟随自己的女鬼 所以就提前退休了,但人心都是肉掌的 女主说自己在家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母亲在陪自己说话 所以想通灵见见自己的母亲 小莉听后就动摇了退休的心 决定为女主通灵找到她的母亲 但是似乎通灵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小莉告诉女主,和女主说话的并不是女主的母亲 而是一个亡灵 如果再和她说话,就会引出其他的亡灵 到时候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女主似乎并没有听从小莉的话 到了半夜,还是继续和亡灵说话 女主的父亲,邋遢男,是一个建筑工程师 而弟弟金发男,是个正在上学的小男孩 第二天一早,结束了草率的早餐后 女主送金发男去上学 最后自己就去影视公司面试了 但是可能由于准备不足,还是被刷了下来 到了晚上,女主在和红发女聊天后,准备去玩耍 却在马路中央看到一个向女主挥手的人 就在女主想看清楚的时候,却发生了车祸 医生们尽力抢救后,也只能保住女主的性命 但是女主还是逃脱不了坐轮椅的命名 三周后,女主被拉特男推回家时 遇到了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说自己经常可以听到一个不能呼吸的男人 在女主的房间 厉害了我的老太太,不能呼吸你都能听得见 女主回到家后,拉特男将女主安顿好 并且放了一个铃铛 以防女主需要时,方便喊自己 到了晚上,就在女主熟睡时 在女主的卧室慢慢走出了一个黑影 但是当拉特男进去后,黑影就消失了 第二天晚上,小丽在睡觉的时候 突然遇感到女主要出事 而女主这边还在和隔壁的小哥哥聊得正欢 可能太晚了,小哥哥要睡了 所以女主也准备休息 刚躺下的时候,天花板突然伸了一只手下来 女主被惊醒,随后就看到了天花板上的裂缝 后来拉特男听到声音赶来,也看到了天花板上的裂缝人 随后就随着物业上楼查看,发现楼上并没有人住 可地板上却有一串血脚印 但是并没有发现血脚印的来源 第二天,女主告诉拉特男说自己想找灵媒 但拉特男立刻拒绝了 而小丽这边似乎下定了决心要帮助女主 但还是被恶魔打败而放弃 这天女主在和红发女视频的时候 红发女说看到了金发男在女主的身边 但是女主身边并没有人 随后恶魔就出现在了女主的窗户面 还把女主扔在了地上 还好拉特男即使出现,就像了女主 女主向拉特男诉说自己看到了那些东西 拉特男表示自己会相信女主 然后就离开了 到了半夜,女主睡觉的时候 发现自己来到了楼层的走廊 但并不是在自己家的那条走廊 而是在五楼的走廊 女主本想临危不乱的离开 但是却被恶魔推到了自己家楼上的那个房间 随后就爬出了一个没有五官 且四肢正在退化的女鬼 女主急忙大声呼救引来了拉特男 拉特男随着脚印看到了跳楼的恶魔 但是女主看的时候却差点被恶魔拉出窗外 还好有拉特男的救助才脱离危险 两天拉特男去找小丽 请她出面帮助女主 小丽万般犹豫后还是答应了 到了女主的家 小丽告诉女主自己曾在黑暗的世界见到过女主 可能女主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带回了一些亡灵 在女主的祈求之下 小丽决定用通灵来帮助女主 通灵后 小丽来到黑暗的世界 途中遇到一个被淋湿的女人 和一个脸长在头上的女人 随后乘坐电梯来到五层 在寻找那个亡灵时却又被那个女鬼打回了现实 然后小丽害怕的急忙逃走了 随后金发男决定邀请网络上两个做灵异视频的男子 也就是眼镜男和大胡子来帮女主 但是这两个人只是做灵异视频的 从来没见过真正的恶魔 所以两人在帮助驱魔的时候 只能控制实体 却解决不了本质上的恶魔 与此同时 小丽在教堂祈祷得到了小胡子的真实 并说小丽应该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 就在拉特男准备将眼镜男和大胡子赶出家门时 小丽出现在房门口 并且说自己会帮助女主摆脱恶魔 小丽把大胡子可也竟然留了下来 让两人拍摄视频并进入驱魔的过程 准备好一切后就开始通灵了 进入到黑暗世界后 小丽在尸身女人的指引下找到了那个房间 还有一个老头在床边坐着 就在小丽准备上前的时候 女鬼突然扑上来准备掐死小丽 但是小丽鼓起勇气把女鬼给打败 然后就见到了自己的老伴 就在和老伴叙旧的时候 小丽发现这个老伴就是恶魔的化身 随着恶魔的拍手 女主的灵魂从恶魔的脚底爬了出来 小丽见状拉起女主就逃 就在小丽准备将女主放回身体的时候 恶魔阻止了两个人的道路 小丽一股作气推开恶魔 将她怼到了地板下 随后就将女主放到现实中女主的实体那里 而小丽则是先行回来了 回到现实的小丽发现 女主又被恶魔抓了回去 于是现实中的几人就开始呼唤女主 而小丽则是召唤了女主的母亲 才将女主呼唤了回来 原来女主的母亲一直都没有离开女主 只是在默默地陪伴着女主 而小丽在最后也加入到了大胡子 可眼镜男的团队 潜伏第三部是前两部的潜血 而第二部的结尾在涛哥感觉 是为潜伏的第四部排下了狐鼻 而我们在观看第三部的时候 仍然可以看到前两部的影子 有可能是换了导演 然后剧情发生了叛烧吧 当然 涛哥依旧是叙述电影情节 如果有什么差异的话 替大家海涵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